10月9号凌晨3点,伴随着一声巨响,乌克兰切尔尼格夫地区一座军火库发生剧烈爆炸,烈度之大竟然在随后产生了一股蘑菇云,乌克兰国防部在10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升称,赶军火库曾传来激烈枪声一次发生激烈着火,表明是遭到了有策划的攻击。 怀疑俄军已率先对乌克兰动手,据报道约有88000吨弹药储存在这座军火库,目前已经毁于一半,乌克兰国防部趁这场爆炸烈度之强大的十分罕见,乌克兰军方怀疑是俄军特种部队偷袭所导致的,目前正值乌克兰和北约的进行联合演习,这场大爆炸给双方的演习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而近段时间以来,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,尤其是乌克兰东部的武装组织,开始频频遭到乌克兰政府军的打压。 结合前段时间乌东武装组织的领导人遇袭身亡一事,俄军开始全面强化在边境的实力,第三套部署在俄乌边境的俄纸S400返导系统也宣布进入战备状态,这标志着两国的对立进入到了新阶段。 而外界普遍认为,北约的在背后的支持和挑唆是乌克兰,不断在断涅茨克地区,发起挑衅的主要因素。 而被西方舆论普遍怀疑是报价凶手的俄罗斯特种兵则训练有素,曾多次执行秘密任务,俄罗斯的特种部队,无论是历史战绩还是整体实力,都可以和美国比肩,以红色被雷冒指着特种部队的宣报外力。 所有考核人员都必须经历四天的严密审核,经过一系列武装实战演练,而在通过审核之后,最终的淘汰率将会达到八成以上。 而剩下这些正式成员,每天的训练科目,都是着重与实战化,无论是解救人质还是特种作战,完全以接近真实情况为标准,用这种高规格,也标准的训练制度造就的特种兵。 但附前入敌后爆破的任务,应该不在话下,不过对于俄军而言,炸掉乌克兰的军火库只是一个警告,真正的威慑还是扯兵乌克兰北部的大军,由于此前东吴武装组织的领导人死于爆炸暗杀,俄军下令从其他军区抽掉了20万大军,携带着大量的重装脚装备,前往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, 对那里的乌军进行施压,数千辆坦克和装甲车辆整装待命,而S400的存在也让北约不敢提供空袭支援,只能出动飞机在边境进行情报侦查,以目前俄乌两军的实力差距,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的,在后方的乌军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,以及对俄罗斯施加国际要力,恐怕如今的乌克兰早已经面目全非了, 此次乌克兰军火库爆炸只是一个对北约的警告信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